以婴儿游系列五座闻名的光环舞级创办人刘少卢 9月1号因为脑流过世享年65岁 他的妻子团长杨婉荣表示 刘少卢过世之前仍然挂念计划演出的婴儿游新舞蹈系列 并且要求不可以取消 要他好好传承光环 台师大体育系毕业的刘少卢 主修体育却爱上舞蹈 他是云门舞级创始团员 1984年创光环舞级 1993年就正式发表婴儿游舞蹈系列 被赞誉为让台湾的现代舞迈向另一个高度 1998年获颁国家文艺奖 2009年因为脑流动过很多次手术 即便如此他没有终止创作 2013年他还随团全台巡回72场演出 病逝之前他遵遵交代 预定在9月底发表的作品一定要如期完成